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演技派也不是一天练成的,而今天到堂的这位嘉宾就是早已拿奖拿到手软的演员刘益 一入行便被冠上忧郁小孙的称号,他却称自己最擅长的是喜剧 当主持人介绍他为最年轻的金蚂蚁帝时,他不用说自己只是幸虑而已 在演艺圈磨砺数年后,他以为他为一名 他却依旧笑达,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 我叫龙三 今天的流液又会展现他的哪一个侧面呢?我们先来一个快乐快打热热身吧 你最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特质? 勇敢 拍摄条件最艰苦的戏是哪部? 咱们身上很艰苦,八个多日子 你最想塑造的角色和最不想塑造的角色是什么? 最想塑造的是警察,最不想塑造的是大侠 当演员和导演有什么不同? 导演要什么事都要操心,而且导演不能发脾气 演员更自由一些,什么都不用管,而且可以发脾气 你女儿的生日是哪天? 一、二、二、二 一、二、二 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我想我是海》 能唱两句吗? 《我想我是海》 《我想我是海》 你挑战最有难度的角色是哪个? 男女 对你最重要的人是谁? 妈妈 你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 《叫海上温人度的生》 你最喜欢的演员是谁? 《歌迷多》 你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什么? 继续保持十年前的样子 就保持那种没脑子 没脑子,不多思考的样子 《歌迷多》 最喜欢的演员是谁能说的? 《歌迷多》 为什么不信? 《歌迷多》 《歌迷多》是做的那种 他个人魅力是完全融入到电影里了 他这个个人魅力不是那种就是 你在说那种,你说话的时候 哦,看人家的不是那个帅 就角色魅力解决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更高级 但他其实也在演角色 但他能用个人魅力去驾驭的角色 就是这个是特别到不起 但是说个人魅力我自己 我这个我不敢用 因为对自己不信 所以为什么靠角色去完成 没想到,参演第一部电影 就获得了金金奖提名的刘烨 还会对自己的人格魅力没有信心呢 如果我们乘着时光机 去看一看大学二年级的刘烨 那时的他会不会正名为 那山那人那狗 而获得最佳能配决提名的事儿 自名得意呢 99年提名嘛 在那个沈阳的酒店里办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哪管那的呀 我记得当时就是 早上去那个大酒店啊 武功酒店 在楼下吃的自顾餐 然后那会儿那个三个鱼还挺贵 你知道 咱们楼下自顾餐随便吃 我就逼那个贵的吃 你知道 那三个鱼就能吃得上午啊 我就记得 这个一边起了个包子 然后旁边当时我记得就 咦 这不是林学院老师吗 咦 这不是那个谁的谁吗 就 身边全就排队的就是把 道理全是明星 你知道 你想当时一赛要学生 就当时我 我提你们也还可以了 当时呢 就上学呢 咦我当时就 所以没想了 那个哥不都讲在上次 哥根本没想 首次与最佳男主角 失之交臂的刘烨 并没有因此与金鸡奖无缘 四年之后 他便凭借电影《没人草》 一举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输入 你知道吗 你特别好看 而更让人津津乐道的确实 刘烨在2001年凭借 关锦鹏导演的电影《蓝宇》 成为台湾鸡马鸡最年轻的影帝 而这次的获奖 对于刘烨来说 却是一个大大的意外 当时那天金鸡奖 那天金鸡奖的时候 开始第一条的这个提名《没我》 开始是周恩石 胡军和刘德华和郑敬健 但后来因为那个金鸡奖是华语片 华语片 他的华语片是不可以配音的 但是周恩石的那个电影是配音的 然后就换了 就把我顶了去 当时也没决 然后就觉得这个事不可能 本来你就顶了去的 你就替我 你跟人家原来那个你怎么争的 但是后来已经疊我了 我还挺高兴的 但是你跟胡军是同一个点 你都是来的 你是一起去的吗 一块去的 那胡军会不会有点心情落成 我的师弟 就是肯定有 这个事 班长之前吧 就什么事 来来来来 师哥来 他往个师弟嘛 完了就能喝啤酒啊 但完了之后就肯定是 如果是他当时得奖 我肯定也会很很失落 我当时就死活不去 我就跟那个导演讲 我说我是替古上演 我说我肯定得不了 我当时只拍电影 除了当时那个两千年 那时候一年 他们拍电影的钱特别少 你看 而且当时还要就赚钱 给父母大部分 然后那个 我知道那个西服挺贵的 没不起 没不起 我说我不去了 不去了 后来那个光大说 你竟然提名了 你还要去见了些 我后来我记得 当时我 当时我在那个雅环公司 我跟那个叫编总 我说你能借点钱吗 他借着我 借着我带着去 我都没舍得换 后来那个 他们说那个 说我穿了一身 枯细的这个 一身衣服 还戴着帽 就是如果得奖了 就一直卖给你 如果没有得奖 这身衣服就还给 就还给他们 然后 得了 当时就没觉得 01年得金 03年得金一奖 就觉得 哎呦 这事太简单了 这事 当时就觉得 反正也挺幸福 确实幸福 确实幸福 都那么糟 翻看留业的吕丽 这个在刚刚步入演艺圈 就贫受肯定 获奖无数的青年演员 拥有的不仅仅是他自己 口中探到的那一丝运气 还有对于表演的那一丝灵气 而他的演技派实力 却也是靠着入行14年来 拍摄的80余部影视局 一一打造的 我曾好奇 一个站在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起点的青年演员 为何还会有一年的时间 同时拍摄四五部戏的拼搏精神时 他骨子里潜在的危机感 给了我答案 最多年拍九部 五部电影四部电影 四部电影 那是零三年 当时不踏实 心里还紧张 因为零一年得到金马奖 而且题材是同志题材 而在国内是 那电影没有上 然后大家亲自 当时媒体都报道了 就是当时就 我对自己 我觉得还挺客观的 大家亲自看你 看你新鲜 你蹦鸡蹦上来了 就是哎呦我金马原地 光知道有金马原地 但具体掌声让谁也不知道啊 你怎么来了 有时间说一声 不是约好了吗 这里别留下午 就要跟工科见面呢 我经常有跟周迅春控 你仨拍那个霸道小才子嘛 但他们俩呢 当时都是刚刚 他们有一个叫 项目项目项目 刚刚结束 刚正不关了 然后我们仨呢 去那个街上吃饭 都找他们签名这样 就都找签名 但那个国内都不认识我 当时找人家签名 你找你 肯定有 演员是一定的 我的演员这个 演员的胸心 不是你天生的 是后天你进到圈里边 慢慢就胸心 你不想有他 我都会跑来找你 我当时就想 我说我拍的东西还行 你知道 我说但是说 但我后来我发现 我说必须得 电视必须要拍 我去02年我就拍 你拿什么手 用你的爱人 因为我这电视是特别 容易让观众 都认识你的一个 一个途径 然后我就02年拍 03年是拍的那个 《学生浪漫》 那个播放也挺好的 那两个就那两个电视剧 观众就对上话了 就像我刚刚那个 拍完 拿什么手用你的时候 去机场 谁问我 又高兴了 是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 让刘烨家喻互想的龙小语 让观众记住了他 同样也记住了他那双 写满故事的大眼睛 大概也就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忧郁这个词 总会出现在 刘烨的名字旁边 有人羡慕他 说这是继张国荣 梁朝伟之后 最有内容的眼神 而此时的刘烨 却被忧郁小生这个词 困扰着 对你的思念 是一天又一天 孤单的我 还是没有改变 而当大萤幕上 那个憨态可居 耿直直着的硬汉 风靡怨现的时候 刘烨又被换上了 迎凭硬汉的标签 老三向这笔战友 直进 而这个程度 会是他喜欢的吗 你也不喜欢其实 就但总比那个 应用小生要好 因为你自己 自己知道的 不是你自己 就是包括硬汉 就是后来 原来就是 应用小生 拍蓝语 小裁缝了 包括那电视剧 叫拿什么准备你啊 都是那种特别内敛 特有伤 然后不知道 应该最后 前期的导演都喜欢 找演这种角色 他后来演了一个 黄尼雅的演 特洛洛的这个大太子 你被骂的不行 我说那行 我改越路了 就改到全都 我狠了 就是哎 就那劲儿了 我是老三 你是好人 你是坏人 后来演得挺然的 人家说 一介绍啊 后来你一目 你人贴硬汉 你也 我原来我又把我顶了 但总比那个好 因为我觉得 我不想自让自己太单一 我觉得我还是尽量想要 我都不一样 包括这回都帮我 我觉得也是完全是 我觉得好多人 开始看了 就是我看过片子的人 看头十一分钟 说那老头 那老头 那老头是谁啊 后来说 啊 应该是刘也 但是认不他出来 应该沾一点毛 哈哈哈哈 如果问我 刘也跟他饰演的角色 哪一个最像的话 我的回答一定是 《血色浪漫》里的朱月明 他把什么关系啊 刘邦是刘伯的儿子吗 镜头歪的刘也 有着和朱月明 一样欢欢的微笑 走到哪里 都会和三两个好友 开上几句玩笑 以及一样的 难以掩饰的才华 和一样的乐天派 却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他 也曾饱受失眠之苦 失眠之苦 我觉得就特别逗 有天我那会儿 在上海拍那个演 我以前演个花剧的《虎珀》 莫尼虎导演 我那花剧呢 我量特别大 两多小时 然后是就大量台词 我当时在上海拍的电影 叫《米妮》 白天拍电影 晚上演花剧 然后你知道 白天早上这些人 出拍戏 因为晚上五点都比较早 所以白天拍电影 晚上演花剧 晚上演完了之后 十点多 回到我房间 就赶快 有《布林迪拉庆》 就赶紧赶紧赶紧 就细数回来 你得赶紧睡觉 但是你知道 演花剧是特别兴奋的 你知了我 脑子特别兴奋 躺到 一里深 躺到第二段时间 就睁着眼睛 然后男人说 男人哭 然后那个 就给家里打电话哭 等于花剧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崩溃了 特朗环不行 你必须得吃饭料 或者要喝酒 就怕万一要做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 第二天那个 拍了天电影 又演了一首花剧 那种痛苦 就扎根在心底 后来到什么程度 什么瘤瘤瘤瘤瘤那些 根本没用 必须得去那个医院 开那个处方药 用特别狠的那种 然后那个 绿瘤瘤瘤的那种 你听你们 都可能绿瘤瘤瘤 那东西 然后就不敢 不敢那个尝试 就是那么那么睡 不敢尝试 然后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习惯就是说 你没事的时候 就是可能有那个 药无赖 就是或者是 但是说不喝 不喝酒的话 也睡不到当时 然后尽量调整 反正每天 他有那个跑步 让他抽汗 让自己精神放得好一点 在这个靠药物和酒 来助眠的时期 刘烨一定没有想到 会遇见一个 改变他生活状态的人 他如今的法籍妻子 安娜 我很好奇 在这个被爱情滋润的时光里 他的失眠症 有没有好转呢 因为自刚才一起半年 一直拍戏 他就每天晚上喝红牛睡 因为你知道 为了睡觉 而吃安妙 能喝酒 是特别痛苦的事 就那个 跟朋友在一起 哎 咱们个儿就喝了 那个感觉不一样 那个就咽 都一口咽下去 然后那个 他说那个 把他接别 他说你别 你休息一休 因为就是之前 从来没休息 然后我们俩就 进那个车 就开车一路 就是说你80% 然后就是那个 一直开到某某某某某 有一天 他说本天咱俩现在没事 咱们明天不想走 一步走 到这个消息店 到带一个小 特别小的消息店 就注意到了 说那个 要不你就 你就别吃安妙 或者你别喝酒 你就试一下 你睡 我说好吧 躺一躺 躺在晚上睡着 睡着了 有了一次 哎呀高音外了 你知道多激动 你知道吗 你就对失眠人 最激动的睡着觉 特别激动 然后慢慢的 他就慢慢说 你要是你再试试 慢慢慢慢慢慢 哎 就可以睡了 在安娜的悉心照料下 柳叶彻底告别了他的 失眠时代 也走入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2010年 柳叶和安娜 举办了一个中西合并的 完美婚礼 幸福携满了二人的面庞 也照进了他们的生活里 如今也已是 儿女双全的四口之家 而安娜也用法国人特有的浪漫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刘叶对于生活的态度 就之前我觉得也不知道 为什么说了 就是说那好 就是说那个演员 一定要成名 成名人干 干然后到一个 到一个阶段就想 到一个阶段 但是后来发现 就是生活其实很好 因为这个 今年马上 马上过一年三个五 1912年 其实你说还能有几个12年 因为再有位 在一个月就快不奢望 就反正就是 你知道就是 现在开始就挺好 就生活是什么 所以说家庭还恶 然后就也要生活太好 我就这个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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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